面对金姐的移形换位 鲨鱼人那是被打得一连猛 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全部凉凉 可万万没想到 这些家伙还带了秘密武器 两只巨大的外星狗 这家伙展示滑翔直扑他们而来 起人被吓得人养马翻 眼看情况不妙 两人赶紧分头行动 金姐负责对付鲨鱼人 小帅则负责对付外星狗 小帅跑出教室 把外星狗引到储物区 然后控制储物柜猛砸外星狗 起料这点伤害还不够这家伙挠痒痒 外星狗扑向小帅 就要用他那三十米的利肘 嘎小帅的腰子 就在这万分紧急之时 好在守护者吞火兽及时赶到现场 他哭吃一头顶翻外星狗 然后就要咬死外星狗 起料却被外星狗反手刺穿肚皮 甩飞三十米远 看着情况伤得不轻 就在这万分紧急之时 外星狗竟然一步流神摔倒在地 吞火兽看到机会 哭吃一口咬断外星狗的脖子 这才险些逃过一劫 事后 吞火兽能量耗尽化作二哈 小帅才发现 原来吞火兽就是他收养的那只二哈 但是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因为金姐的能量也即将耗尽 他被鲨鱼人打得连滚带爬 小帅火速赶到现场 替金姐挡下致命伤害 起料金姐却要求小帅打自己 小帅瞬间一连猛 没想到还有这种要求 但是面对金姐的再三恳求 他也只能照做 事后 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光能 能给队友充能 随着能量的惯弱 金姐瞬间战斗力飙升 再次使用移情换位干掉鲨鱼人 但是战斗并未结束 因为鲨鱼人首领 正在操场等着他们 面对敌人猛烈的火力 小帅连忙让山姆和小花躲进地下室 他则和金姐打配合 小帅负责抵挡敌人的炮火 金姐负责输出 电光火石之间 他们成功突破重围 小帅顺势一掌打飞首领 将其按在围栏上动弹不得 可万万没想到 关键时候掉链子 金姐被外星狗叼走了 这可不妙 小帅赶紧调转方向给金姐充能 可也就是这一刹那 却让首领得到喘息的机会 下一秒 小帅就被哭斥一炮打飞 随后他跟小鸡仔一样 被首领一把抓起 就要领盒饭 金姐见状 赶紧闪现到外星狗背上 然后哭斥一下将其终结 紧接着一个移形换位就走小帅 就在这一瞬间 小帅反手一掌打向首领 成功命中首领身上的炮弹 随着一声惊天巨响 首领终于被终结 而金姐也在这时放出大招 撑起能量护盾抵挡住冲击波 电影最后 两人把各自的半块能量石合二为一 成功激活能量石 随着能量石的破碎 他们终于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就此两人决定去找其他人 小帅让小花在这里等他回来 等到和其他人会和他订单回来 好了今天的电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